今天是红酒小白到入门五十节课的第二节课 围绕着什么是酒庄酒,什么是年代酒来开始 酒庄或者城堡的概念来自于法语中的山豆 显而易见这个概念最少来自于法国 是指自己家种植的葡萄酿辣的红酒 称之为酒庄酒,对应的为酒商酒 酒商们的酒可能不来自于自己酒庄产的 那意味着有可能是收购的一些葡萄,浓的葡萄 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去酿造或者是灌装 常规意义上我们会觉得酒商的酒没有酒商的酒好 并非从这个层次上面来界定的 也会有少量的酒庄,因为销售能力比较弱 就会一旦红酒酿造好之后就托广为酒商去销售 为什么会认为酒商酒会是很好的酒呢 因为酒庄呢通常规模不大 葡萄的栽培呢,葡萄酒的酿造都比较好控制 量比较少嘛,所以呢酒质会好,会认为有信誉 酒庄酒呢我们通常会与葡萄多的酒庄联系起来 葡萄多地区大部分的地块比较特殊 就比如两家酒庄挨着 但它们的酒食可能会完全不同 有时候不能说是院尿纽失不好 是因为它们的地虽然林登很近 但是就有可能完全的不同 那就像我们农村人分地 可能它要田就比较肥沃 那它们要田呢就比较平积 就打个比方 但是葡萄多不是从肥沃的程度来说 而是它的地势 它的生长和阳光照耀的长度 相关 那有的破地会更好 所以酒庄酒的这个概念呢 常常会让人首先想到 这是哪个酒庄酿的 其实就是每个田 每个地方 就会能抓取到一个重要的信息 以上因素结合起来呢 我们想必对于酒庄酒 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在法国 酒庄酒的产生 与饮酒的传统和历史相关 主要呢在法国 葡萄酒种类繁多 竞争激烈 1855年 布尔多普酒的分级呢 是酒庄酒得到社会认可的一个标志 比如我们常常说 拉飞 拉图 马哥 白马 这些都是在1855年 分级的时候被列出来的 在1855年随后的几百年中呢 不断的补充和完善 现在呢 全布尔多已经有2400个酒庄 列入其中 分别被列为顶级 一级 二级和三级 那当然没有列入级的酒庄 也并不意味着比他们差很多 因为有可能 这个庄主他不限于分级 因为法国的文化关系 有些人不喜欢被贴上标签 但是那些被列上标签的肯定是优秀的 没列上标签的也未必不优秀 这些进入名单中的2000多个酒庄呢 又被称为列级酒庄 所以当我们听到列级庄的时候 就知道它的品质肯定是不错的 其实哪怕是在法国也有很多人去喝一些平价的酒 性价比比较高嘛 而且酒商的酒也未必是不好的 这就要看选酒者的选酒能力了 另外呢 酒商的酒呢 一般价格会比较便宜 因为呢 酒庄是单独自己运营的 种地呀 采摘葡萄呀 酿造呀 还有那些罐装车呀 都是很贵 成本很高的 那些销售能力不好的酒庄 会把他们的酒全部托管给酒商 那么他们一次出给他们的成本 肯定是相对比较低的 怎么理解葡萄酒的年份 在我们选取红酒的时候呢 不管是正标或是背标 总会有一个地方也能够看到它的年份 比如说你拿这一款酒呢 上面标的是2017 这个时间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了 肯定就是这2017年的葡萄酒了 可是这里问题是 葡萄酒的酿造生产是有一个周期的 那么装品的日期呢 还是从酿造的一天开始算起的呢 这个年份呀 其实是他所选取的葡萄采摘年份 在欧洲呀 葡萄酒的生产年份是 显示葡萄酒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它不仅能够让消费者知道 这瓶酒的酒瓶 另外也代表着收获年份的质量水平 葡萄的生长呢 受众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光照时长 降水量等气候因素 还会遇到霜冻 阴雨等自然灾害 因此呀 葡萄的生长会随着每年的气候变化而不同 葡萄的收成也就有了好坏年份之分 那这样呢 也就有了差异 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呢 每年都会对葡萄酒的各个产区 进行分极 并且公示 我们是能够知道 每一年的年份等级情况 但是年份葡萄酒呢 也并不意味着这瓶酒百分之百 就是这一年的 它有可能会考虑到别的综合因素 比如那年的葡萄 可能是不怎么样 就会被允许加入少量 别的年份的酒 但是呢 这个是有比例控制的 你学费了吗 做得好 从这риг称 是有比例控制的 如果你的爱硬是 ballots